我们今天讲讲中一的数学 Directed Numbers 右向数 而今天的题目是当负数遇上次方时 发生什么事 次方这间坊间有很大的迷思 所以稍后我讲的 都要压小一点声音 原来我发觉很多个案 都是计次方时 将下低的数 就这样成上高的数就了事 计错之后 问回当事人 很多都答不知 或者呆了 还有 好像说做的时候 有些东西掩住他 看不清楚 或者有时 好像有只手 捉住他的手写的答案 当事人聚述的时候 都觉得很恐怖 好 我们来到科学的实证 先拿负二来开刀 一开始就会讲负二的二次方 负二的二次方 就是负二乘负二 自然出正四 接着负二的三次就是 负二乘负二再乘负二 就是四乘负二 即是负八 接着就是负四的四 就是负二乘负二 就是负二乘负二乘负二 再乘负二 即是两个正四 乘出正十六 最后就是负二的五次方 也是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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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乘 就会出十六乘负二 就是负三十二 我不说负二六次 因为再讲的 youtube 会链铛了我的视频 大家同学见不见到这个pattern pattern 就是 就是负二次方像有点变化 原来就是够乘负二乘负二的时候 只见负二说 看 Scarfaが链铛了 despit 可能 即是次方保的乘负二负二字 这个乘负二所以不是负二负二 所以负二乘负二字时 所以就会出负四 only 而负二三次,那三次只给二 所以就出负八 最后负二四次 刚才负二四次,这里出正十六 因为现在负四次没有负负 所以直接只会出负十六 明白的,我们可以去下一个slide 立刻做个example 就是负八除以负二负三次 再负三二次 好像有些景棍似的,看看一看 随好一向都叫大家变成负负 第一个负八由原本身负八来 接着下面负八由橙色负二三次 这个要分清楚 这个是有负负,兼且负负的单数 所以出负八 接着整个旁边的负负,特意图住给大家看 在独立地看,负三的二次是没有负负的版本 所以就算二次也好,也会出负九 再加上负八除负八,现在就是正一 再乘负九的answer就是负九 是不是很简单呢? 各位明白的同学,立刻subscribe我们的数学999 但愿人长狗